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超炸烈的犯罪动作电影《东一宫》 由泰国功夫皇帝托尼甲和中国著名主持人金星主演 金星主演的电影你看过吗 是的 金星还演过电影 而且还是首持钢鞭的武术高手兼黑帮老大 在电影中对战一抵摆的泰国功夫皇帝托尼甲 一套闪电连环鞭打得托尼遍地求饶啊 而且金星这霸气而又阴狠的气场 简直堪称童年阴影 而这也是托尼甲最猛的动作片之一 电影中一抵摆骨裂精断的动作场景 简直堪毙李小龙 不对 李小龙都不敢那么开挂 托尼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泰国男孩 每天和大象一起长大 和月银棚的搭档孙月一样 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养大象 除了养大象 托尼还和父亲一起学习泰拳 是一个大颜演语式的爵士高人 父亲当年曾经是御前侍卫 退休后的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大象被泰王选中 让自己家的成员继续为国王效力 大象就像他们家族的一员 就像是父亲的孩子 于是父亲给自己的大象 报名参加了选拔工作 工作人员小白看了一眼后 立马表示可以 然后想把父亲直接赶走 父亲感觉情况不对 对方说着就要带大象走 大象似乎嗅到了杀戏大惊非常 父亲立马知道工作人员和偷猎者夯性一气 要带着大象离开 小白直接开枪将父亲当场打倒 听到枪声的托尼鸡猛赶来 丝毫没有注意到 小象也早已走丢 父亲让他赶紧去救大象 但庙会上人山人海 对方配合的相当熟练 大象小象母子俩全部被抓 愤怒的托尼直接来到了小白家里 一个浑身火罐的大佬 想要问话 被托尼直接揣飞 胆战心惊的小白让保镖断后 托尼施展出苦练十几年的 泰国传武枪来袭的众人一阵暴打 招使之灵力可谓全权断骨 托尼暴怒之下使出连环色踢 打得一众喽啰 毫无还手之力 其他手下看了火速撤离 把眼镜割留在了那里 被托尼一挤踢机直接撞飞 托尼冲进屋子 向小白按在地下 吓得屁股尿流的小白 当即说出了大象的下落 所有偷走的动物 都被运往了悉尼的一个高档餐厅 托尼想继续问 小白的家人却袭来 托尼只能带着小白 承船离开 小白的手下则在后面紧紧追赶 一时间 和面上白隔蒸馏 仿佛来到了龙舟会 为了拦截托尼 对方甚至动用了直升机 小白则趁机跳河逃亡 托尼为了躲避直升机 直接来了一个神龙白尾 后面的小艇由于刹车不及 直接飞了出去 把自己的直升机 直接倒了下来 我靠 两周后 托尼直接来到了悉尼 去找买下大象的酒店 酒店由胡子哥主管 而真正的老板 则是金星 其家族是在澳洲 只手遮天的传奇黑帮 目前家族的事业由二叔掌管 金星一直得不到重用 想要得到二叔赏识的金星 亲自为二叔煲汤 想博取好感 二叔却暗讽金星的性别 并告诉金星 永远别想继承家族大业 金星也在暗暗酝酿自己的 哈姆雷特复仇计划 而来到悉尼的托尼 找到了胡子哥 想要问出大象的下落 胡子哥正准备做交易 根本没空理托尼 直接使出连环飞梯 将托尼打翻在地 并让手下好声伺候托尼 自己则赶去交易 手下想要拦托尼 被托尼直接报答 见识不妙的光头大叔 撒腿就跑 被托尼追上后 一解飞梯 直接撞飞 此刻还有一个小蛊惑仔 想阻拦 被托尼一脚踢飞匕首 使出一记倒挂金钩 吓得对方昏飞魄散 就你小子还想跟我比 幽暗的工厂里 胡子哥正准备交货 自己的蛊惑仔 却走了进来 一脸委屈 后面跟着的正是托尼 胡子哥看到托尼 立马下令干掉他 手下一哄而上 为首的两个 直接被托尼当场撞飞 托尼再是一脚 直接抱头 将另一楼落 打翻在地 吓得胡子哥的交易方 直接拿钱走人 丢了生意的胡子哥 爆跳如雷 我先走 你们给我好好打他 胡子哥直接拉响紧敌 一直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整条街的蛊惑仔 全部闻风而来 托尼直接被 十几名跑酷高手 欢迎包围 但自由在录像厅 看着成龙电影 长大的托尼 对这些上算下跌的套路 早就熟人于胸 东挑西窜时钟 愣是把十几个 跑酷高手 耍得团团团 为了救自己的大象 托尼毫不留情 拳拳钻壶 击里嘎拉的骨折声 不绝于耳 托尼招招致命 每一几飞踢之下 都是一个崭新的残废 对方见识不妙 直接动用战斗机车 但还是被托尼 直接引游到死胡同口 一解后空分 直接拉下马 剩下的喽啰还想继续 但还是托尼使出风神腿 直接揣飞 为了对付托尼 对方直接使出 山地越野车 横冲直撞 越野车直接坠回 托尼也结束了 自己的战斗 连续十几年的缠斗 让托尼几乎累到昏厥 而在胡子哥手下 还有一个欠债的泰国美女 为了还债 一直被迫在胡子哥的酒店里打工 今天撞见托尼 老相见老相 于是将他救下 带回了家里 而为了还债 他要去找堂子 伺候一位高层 与此同时 警察老黑 则在外面负责 高层的安保工作 此时的高层 正和金星的叔叔 在池子里面泡着 高层为了情调 还拿出低微录像 此刻一个杀手 突然闯入 直接打死了金星的叔叔和高层 老黑闯进来想要救援 杀手却直接被自己的上级 黑一哥打死 原来黑一哥也有份 暗杀直接被黑一哥 架构到了老黑身上 老黑被直接带走 海国美女则趁机 拿到了现场录像 但在撤退后 美女却突然被抓 多亏托尼将其救下 被救的美女 开始信任托尼 告诉托尼 酒楼后面是一个 高档的地下酒店 世界各地的豪生 都在里面享受 珍奇动物的肉味 他们家的大象 很有可能已经送上了餐桌 愤怒的托尼 直接一路杀到了酒楼后门 要找胡子哥算账 问他大象到底在哪 整个过程托尼身挡杀身 一路从一楼杀到四楼 无人能挡 整个过程是一个 长达三分多钟的长镜头 一起合成 这也是一个名锤影史的长镜头 不过为了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进行剪切了 当然相信喜欢公布片的人 早就看无数遍了 托尼一路杀到了顶楼 终于找到了胡子哥 胡子哥趾高气昂 将大象身上的铃铛扔在了地上 托尼看到后心都要碎了 胡子哥趁机攻击托尼 将托尼打翻在地 托尼抓着铃铛缠在手中 胡子哥想再次攻击 但这次带上铃铛的托尼 愤怒之爆棚 战斗力极举表现 直接用肘击和连环踢 将胡子哥砸翻在地 众手下一攻而上 托尼一双铁拳 直接开打 将一个个喽啰 直接砸得满地照压 胡子哥再次站起 托尼直接发起连环宝气 后一个空翻 直接砸在对方脑袋上 胡子哥还没站起身体 托尼直接一脚奉上 结束战斗 托尼一路进入仓库 看到从世界各地 搜来的真奇动物 但就是不见大象 更加雾内如焚 招招致命 拳拳入骨 用最狠毒的宝气 来表达自己 失去依靠后的愤怒 但很不幸 大象很有可能已经遭到屠杀 而且已经进入人妇 而仓库之中不只有动物 还有搜刮而来的少女 和被陷害的老黑 托尼将老黑救下后 准备离开 却突然听到了小象的叫声 小象还活着 而此时 金星的家族正在召开 继承大会 叔叔刚死 叔叔的儿子李英当立 怎么着也轮不着金星你呀 金星乐了 这孩子才13岁 还是交给我这个大人吧 说到大人 家族还有一个 即将成年的孩子阿陈 也比你更合适 一个跟逢拱一样 没下巴的女人表示 阿陈刚从英国学院管理回来 绝对能应付得来 金星怒了 但很平静 自己为家族借心借力 难道就不能继承大业吗 家族长老嗤之以鼻 甚至暗讽他的性别问题 但刚说完 阿陈就口吐白 没浑身抽出了起来 没几秒就直接停了 紧接着二号继承人 也抽出了起来 当场逼命 两个孩子的父母 哭成了傻逼 金星优雅地表示 金星继承大业高兴齐了 对筹划暗杀的黑衣哥赞赏又加 而丢了生意的胡子哥 则在一旁嫉妒得咬牙切齿 而此刻 托尼则带着救回来的小巷 躲到了一处寺庙里 托尼走后 老黑表示 自己可以带他找到金星 但离开寺庙可能不安全 二人急忙回去 却发现黑衣哥已经杀了寺庙住持 托尼悲愤难当 此时寺庙里突然来了一个巴西高手 直接攻击托尼 对方的巴西战武 让托尼几乎难以招架 在古代的巴西部落之间 为了生存战斗 他们的武术和武岛是分不开的 所以很多武岛也带有武术一般的攻击性 而武术越为武岛一般 华丽的观赏性 巴西高手一顿乱袖 让男主连连落败 四世的巴西大哥毫不意外地开始拖大 也给男主打败自己一匹风便利 果然男主直接发起T7加爆踹 连续的飞T之中 巴西大哥的招式被节奏全部打乱 打败巴西大哥的男主刚要射手 门外突然飞进一把钢刀 让男主险些丧命 又是一个高手 高手 男主打的就是高手 对方一把钢刀拿在手 男主手无寸铁 只能借助环境 借力打力 学习成龙的智慧 这图你假不贵是成龙的粉丝 平时成龙的电影可没少看 直接学习了成龙在家具城的智慧 抄起两个马桶塞一样的玩意 用作红锤 很快就占据了上风 但战斗还没结束 钢刀哥们刚倒下 门外就来了一个身高两米 体重300多斤的肌肉大汉 绝对的蹲位之下 对方的肌肉几乎犹如红墙铁壁 托尼的飞踢踢在对方身上 几乎就像打在城墙上一样 灰燃不动 连续使出十几剂飞踢之后 托尼的体力已经不支了 而对方却几乎跟脑痒一样 托尼一路之下 直接飞起用铁轴 直接抱头 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 大汉恼羞成怒 直接抱起托尼当沙包摔打 横冲直撞之下 一路一辆开了全力的摩托车 谁碰谁死 托尼浑尸的骨头都散架了 眼看托尼就要丧命 门外传来无数警敌 原来是老黑带着自己的人来了 大汉见警察袭来 急忙撤下 托尼这才得救 而当天夜晚 泰国美女将录像交给警察局长 老黑才被证明清白 此日 金星接管家族企业 就在媒体面前大放豪言 托尼却直接带着小巷来到了会场 记者们吓得一哄而散 金星马上撤退 让手下断后 托尼将手上们一个个全部放倒 黑哥挟持小巷 想用小巷威胁男主收手 却被老黑一枪打倒 老黑干掉树人扣 托尼脱身直接追上了顶楼 顶楼之上 金星霸气地坐在王座之上 托尼被几十人包围 金星嘚瑟的向男主展示了他的作品 你不是找你的像吗 这就是 金星身后正是托尼大象的骸骨 大象已经死了 而且被金星做成了雕塑 看到母亲被杀的小巷发出悲鸣 托尼也声嘶力竭地怒吼 表达自己的悲愤 众手下趁其不备开始围攻托尼 托尼逐渐回过神来 进入死神模式 直接开战 刺客的他雷霆暴怒 神挡杀神 波挡杀波 惨叫声 拳击声 反关节骨折声 万千齐左右 夹杂万千求救声 虽然有白手 这我白纸 不能挡托尼一秒 你们偷什么部分 背头我的大象 现在 这 就是下场 托尼已经完全 杀空的炎 不论有多少 喽啰涌上 他都绝不留情 各种反关节的绝技之下 整个大厅仿佛变成了 大型骨坑医院 一诊现场 啼里啪啦的骨头 崩碎之声 让人干疼 简直比 旺旺小小村还酥碎 坤尼一阵暴击之下 地上已经倒了一大片 但即使这样 但即使这样 还是有不要命的冲上来 估计是他们觉得反正一打 不过于是想用人海战术 把托尼累死 但托尼是无敌的 岂能累死 托尼的体力值 几乎就是无限 来多少都不够他打 我早说 就是李小龙在电影里 都没这么萌 看到这 我靠 别说是李小龙 就是生产队的驴都没你萌 但没办法 罗罗们就是不听 前夫后妻的跑来送死 老母鸡还有歇窝的时候 托尼就是不能停歇 终于瘦的罗罗都被打残了 托尼站在数十个 浑身鼓着的罗罗当中怒吼 直接冲进了死亡塔的下一层 你们还有多少人 都派出来吧 就是来一百条生产队的驴 我也不怕 对方直接派出了 之前的顶级大汉 马丁福特 没错 他就是在终极斗士4中 暴吹博弈卡的魔王梦言 不过有了上一次的交手经历 托尼甲这次动用智慧 巧妙穿插 一双铁轴砸的梦言满地乱转 金星剑势无妙 直接使出皮片 他的托尼直接摔下 然后直接用皮片将托尼掉了起来 梦言直接冲了起来 把托尼撞飞站位 刚被撞飞的托尼又被撞飞回来 外面又来了三个和梦言一样狂放的壮汉 小象想要救托尼 直接被猛男抱着扔飞了出去 当场昏迷 梦言抄袭扔帅 直接将其扔到了大象骨架上 散落的骨架掉落在托尼身旁 犹如两个狼牙棒 托尼直接将其绑在手上 仿佛得到了两个大铁锤 这下在双方的对战中 托尼几乎缩相披靡 打了几个肌肉大汗 劈开肉战 花枝乱颤 壮汉们见势不妙 直接抱起上百斤重的石雕 往托尼身上砸 象谷被当场砸裂 裂开的象谷锋利无比 犹如钢刀摧毁力更加惊人 看着手里的象谷挂刀 托尼响起了父亲的教诲 不在打仗时 为了对付大象这种庞然大物 敌人会用锋利的物体 攻击大象的关节 割断他们的脚筋 他们就会倒下 托尼三下五出二 对着几个肌肉猛男 一套军体拳 打得他们全都站不起来 金星见识不妙 来到顶楼 想要做直升机逃跑 托尼甲直接追上 将金星撞倒 然后展开了一记 震惊世界物坛的绝技 此时金星再次趁机站起 将托尼此伤 准备逃跑 托尼直接飞升出去 这一题再次惊艳了世界 金杰直接坠下万丈高楼 托尼则掉在了顶楼的相骨之上 受了欣伤 这底心眼力也分得清 谁是主角啊 这就是超霸气的动作电影 东鹰宫的故事 也是托尼甲再次让世界 精为天人的一部利作 电影中托尼甲 那狠到简直残暴的各种飞梯 手机和分镜挫骨手 那可真是看着都疼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 精英电影